大家早安 一早消息就叫在今天印度东部发生的一个重大的火车箱撞事故 那么根据路透消息 一架从一列呢 是从加尔各达到金奈的客运列车 它脱轨撞上了一辆货运列车 导致至少207人死亡 900多人受伤 那么根据目击者呢 当下他表示 事发的当下有10到15人压在自己身上 场面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有很多民众依旧受困 来看向上情况 发生了一层之后就这样了一层之后在水面上情况下 这是前方的規格 全部都之下透过一边的 为了一般因此我会在这里的牙众里面呖 在这里我身上带过得很可认其他人在这里 我甚至少年人的废话 您说了几个人的废话 他在苏来内挡着腿角部开裂 如果沒有人的胸部 沒有人的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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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這裡 可以看到 畫面中的火車已經嚴重變形 而且現場是圍了很多的人 目前印度的當局持續在救援 而且是把這些傷者緊急地送醫 印度的官員也表示 死傷的人數是繼續地增加 對此印度總理莫迪發了推文 他表示對於火車的意外 是感到非常傷痛的 儘管印度現在是擁有 全世界最大的火車系統 網路之一的一個國家 但是因為基礎設施的老化 還有維護不足等很多的因素 即使已經陸續投入數億美元來修整 但是事故還是很常發生 根據數據 光是2021年印度發生的鐵路事故 就已經高達了1.8萬起 而昨天同樣在香港也是發生悲劇 但是是一起非常恐怖的命案 香港的鑽石山河里霍廣場 在昨天下午5點多的時候 發生一個驚悚的命案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有兩名分別為22歲以及26歲的女子 當時畫面可以看到他們正在逛街 卻突然遭到一名身穿白色背心 短褲的男子來持刀攻擊 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個白色衣服的男子 他似乎是鎖定短髮的女子 直接從他背後拿刀來行凶 儘管一旁的友人試圖阻止 但是他卻失控持續攻擊女子 嚇得旁人還有店家也都不敢上前靠近 事後當友人想要上前 將他的朋友脫離現場的時候 同樣是遭到了白衣男子攻擊 轉而對這個友人下手 導致兩名女子都喪命 而最令人發寒的是 根據媒體報導 白衣男他在犯案之後 甚至還被拍到他露出一絲冷笑 而且是望向這個命案的現場 目前剛剛可以看到這個男子 他已經在現場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根據警方調查 男子他使用的兇器 是在行凶前的10分鐘 才在二樓的一間生活用品店 買了一把是丙12寸長的 一個生魚片刀 總共是向該名女子 短髮的女子砍了34刀 另外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兇手還有短髮女子 他們似乎是夫婦 早些時候是有爭執 這個男子他是懷疑女方有出軌 因此才會動刀殺人 那麼今天的消息是聚焦在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 昨天是在新加坡登場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和大陸的國防部長 李尚福等人在晚宴 是坐在同一桌 那麼當抵達會場的奧斯汀 他是先和李尚福到場之後 他主動的向前來握手致意 由於之前美國是提出了 希望是兩邊的防長 是可以進行一個場邊對話 但是遭到了北京的拒絕 所以現在兩個人在峰會上的互動 也是備受關注 另外昨天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他抵達新加坡之後 他也和新加坡的副總理 黃宣才進行了雙邊會談 那麼黃宣才他表示 兩國的貿易穩定的增長 埃班尼斯他則強調 兩國自1965年建交以來 彼此持續在各領域的合作 還有交流 那麼其實新加坡總理李宣龍 他原本是要由他來出席會談 但是呢 因為他再一次的感染新冠肺炎 因此就取消了這個對話 首日和埃班尼斯的會談 那麼埃班尼斯事後呢 他也在推特發文 他表示自己已經致電 李宣龍希望對方可以早日康復 來看相關報導 一年一度的 桑格里拉對話 亞洲安全會議 2號在新加坡登場 澳洲總理埃班尼斯 發表開幕演說前 先與東道主進行場編會談 桑格里拉對話前 大陸拒絕美國提議 讓美中兩國國防部長 利用本次 香格里拉對話機會進行會晤 對此奧斯汀直呼很不幸 關於中國的財政策 虽然见不到大陆防长李尚福 但美国依旧和日本密切合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号 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 冰田静英举行会谈 奥斯汀和冰田同意彼此加强合作 因应中国大陆和北韩与日俱增的威胁 更再度确认 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重要性 至于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则是在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会晤时 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三个绝部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 斜阳谋主 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台制化 别不承诺放弃取努力 而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 当中还包含 美国与亚太地区安全 亚太危机管理新条件 以及全球与地区安全威胁 等六场讨论会 包含欧洲加拿大法国印尼 以及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多国国防部长 都已经确定参加 这个林涵总报道 接下来 未经许禩